注意!本视频初中为助力高考复习,所用文案来源于高中历史课本和笔记。 啊不如广大历史爱好者见多识广,如有争议,欢迎在评论区和评讨论。多谢! 欢迎大家来到雅顶故事会。众所周知,外国人总有许多奇思妙想。 今天要讲的三位外国小哥,就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改变了一个城邦。 小编今天就来带大家一探究竟,不知道的同学要被批卷老师笑话了。 第一位外国小哥叫做梭伦,这位小哥真是生不逢时,倒了几辈子血霉。 生活在一个社会矛盾尖锐的雅典,这个时候的贵族真的是左右为难,和平民在土地债务政治权利上矛盾尖锐。 此外我们都知道,腰包堵了嗓门就大,实力壮大的工商业阶层也在政治权利上与贵族有矛盾。 贵族寡头和建筑政治也都以失败告终。 看到这里,小编还真为这位外国小哥捏了一把冷汗呢。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外国小哥有什么雅典小妙招。 这位小哥当机立断,规定了土地最高占有限额,这样狡猾的贵族就不能任意兼并土地了。 小编看到这里也是为平民感到高兴呢。 为了满足工商业者的要求,他根据财产多寡把工民分为四个等级,前三等级的工民可以进入400人议事会。 不仅如此,这位小哥还废除了债奴制。 这位小哥的做法,打破血缘划分等级具有革命性,照顾到各等级公民利益具有中英性。 可真是一个奴隶主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构建民主政治的改革呢? 好了,介绍完第一个外国小哥,大家是不是觉得他很厉害呢? 那么小编来讲讲下一个外国小哥的故事。 我们都知道事物具有两面性。 上一位小哥虽然妙计安雅点,但是平民的政治需求没有满足。 那么这位叫克里斯提尼的外国小哥又有什么小妙招呢? 首先他一名惊人,竟然用十个地区部落取代血缘部落,用地域政治取代血缘政治, 又用抽签方式选举500人会议所有等级都能参加,体现了轮番而至的特点。 哈哈小编也想要去抽签试一试呢? 但是这个愿望还是交给观众老爷们来实现吧。 他还组成了十将军委员会,发明了陶片放逐法建立民主监督机制。 怎么样这就是这位小哥的雅点小妙招? 看到这里小编都忍不住要给他一个赞呢。 好了,前两个小哥的故事说完了,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厉害? 现在小编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个小哥的故事。 最后一个小哥是伯里克利,他的举动更是出格,宣布公民可以担任除时将军以外的一切官职, 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机关监察机关,为了鼓励公民参政还实行津贴制度建立民主保障机制。 以上就是三位外国小哥的故事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? 经过小编费寝旺时的考证,这其实就是古希腊妇如皆知的故事咱们撒。 请各位观众老爷结合所学知识,赐你一个论题展开论述,要观点明确使论结合哦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雅点故事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